当播篮球快讯 星期五早早WNBA再战两场 其中比较硬开波的一场是阳光作客挑战火花 WNBA已经进入收官阶段 虽然火花还有争取踏上季后赛尾班车的一丝希望 但是从他们近期不济的整体表现来看 已经很难实现 火花上场在四连客之后 首次回C主场作战 但是结果就在一次严重打击球员的自信心 上场面对阳光 火花全队无一个得分上20 最终以71比97惨败 现在在季后赛门票争夺中已经变得被动 不单止是这样 这场输球已经是火花近八场当中输了的第七场 而且在上半场已经落后21分 最终就正负阳光26分和17个蓝板都足以 看到火花球员已经处于摆烂的状态 火花现在只剩下最后两轮常规赛 如果他们最终没完季后赛的话都只能够怪自己 用感叉的表现亲手断送了大好前程 阵容方面 后卫雷尔布莱尔和托利华都因伤缺阵 另一边伤 阳光组就锁定了季后赛资格 在上场大胜火花之后 目前已接近七成胜率排名第三 近方方面 阳光近四场取胜三场 而且长军净胜对手多达21分 张基尔宗斯表现非常出色 他已经连续四场军贡献两双表现 值得一提的是 阳光最近六次对阵火花占据压倒胜的优势 在六战全胜之余 有五场都能够正胜对手双位数 两对属优俗劣可以说是一目了然 再者 WNBA已经胜下最后两轮常规赛 而阳光还有争取更高排名的希望 现在面对自暴自弃的火花 当然看好阳光这次能够如愿以上 阵容方面 后卫比亚下特利同罪 汤马士恩相避战 M直播是澳门球迷必备的应用程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